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话直说一分钟 12月12日 英国外相卡梅伦 在伦敦与黎智英之旨黎崇恩会面 英国外交部随后在社交网站发布二人会面照片 请认放十分关注黎智英被囚一事 并表达反对国安法支持黎智英的立场 黎智英被控勾结外国势力一案 将于12月18日开庭 近日境外势力以及黎智英之旨频繁活动 以此是想在黎智英受审前职 通过煽动国际舆论向特区政府施压 而这一类原对抗活动有逐渐形成气候的趋势 特区政府应该提高警惕 防范危害国安的新形式越演越烈 无独有偶 除了以黎智英大造文章外 近日有海外反华组织 借政府重置沙田文化博物馆一事制造谣言 污蔑政府以重置为名 实质是遗弃香港重要文化档案和艺术品 企图直指煽动市民的仇恨情绪 跳起民众与政府的对立 政府应该进一步提高信息的公开道与透明度 政府应该加快23条立法工作的推进 国安法本地化的落实 以及国安教育的进一步普及 在地缘政治没有缓和迹象 国际纷争越加复杂的大环境下 香港不能因为眼下的风平浪静而放松警惕 除了特区政府外 社会各界和普通市民都应该提升自身的国安意识 自觉屏蔽远对抗的影响 将重心聚焦在经济与民生上 如果大家对于议题有任何意见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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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